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科幻喜剧片《逃出牢笼》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那时的人类已经鞭临灭绝 由机器人统治世界 而男主作为戏友人类则被圈养在博物馆中,供机器人参观 每天的生活就是吃着零食看着肥皂剧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收集零食中的纪念品 直到这天,女机器人带其他机器人来参观男主 并告诉了男主一个好消息 将会送来一名女性和男主进行人类繁殖实验 男主一听,有妹子要来,立即健身收拾打扮了一番 见到妹子时还说了一段情话 可显然,妹子并没有男主那么兴奋 到了男主家后立即检查门窗 但门窗都是假的,只是装饰品而已 妹子很崩溃 而且她看到玻璃外面的机器人很害怕 问男主是否知道怎么出去 男主却觉得莫名其妙 这里明明这么好 有充足的食物还有电视可以看 为什么要出去 晚上,男主给妹子热了一份苏洞食物 告诉妹子这个味道很好,希望她能喜欢 可妹子却说这根本不是真正的食物 这里什么都不是真的,鲜花是假的,食物是假的,连楼梯都是假的 但男主却不以为然,毕竟她从未出去过 之后男主邀请妹子和自己去睡觉 还说繁殖才是他们应该做的 妹子听后非常吃惊 直接拒绝了男主,男主只好一个人回到了卧室睡觉 而卧室也装了玻璃 看来男主的一举一动都被机器人观赏着 半夜,男主看到睡在沙发上的妹子有些不忍 给她盖了毯子,还将自己最喜欢的纪念品送给了她 妹子醒来后看到了纪念品,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第二天,妹子用这些纪念品拼成了一幅画 告诉男主这就是外面的世界,是她的家 男主看到妹子如此执着有所触动 偷偷告诉妹子她想到了一个可以出去的方法 每隔几天就会有服务生来送东西 妹子可以躲在装东西的推车中逃出去 妹子希望男主可以和她一起走 可推车只能装下一个人,男主让妹子不用担心她 果然几天后,机器人来收拾房间 妹子趁机躲在了推车中 而男主告诉机器人她正和妹子在做羞羞的事 这样机器人就没有检查卧室,也就没有发现妹子不见了 第二天,有机器人终于发现妹子不见了 于是质问男主是否知道妹子的去向 男主自然假装不知情 不过只要男主还在这里,参观活动依然可以继续 直到这天,一群机器人来参观男主 可他们并没有看到男主 竟是看到了服务生机器人被绑在了椅子上 原来男主也逃离了这里,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而外面的世界果然像妹子描述的一样,如此美好 在这里她和妹子也再次重逢了,故事就到这里 这部喜剧短片有点像电影《楚门的世界》 虚假的美好和未知的世界该如何选择呢? 不过在两部影片中 主角都选择了逃出劳碌面对未知的现实 这倒让我想起了一段经典台词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我们经历了几次轮回才换来这次旅行 而这次旅行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 学爱一个人,拍一座山,追一个梦 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但我相信一件事 上天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创造奇迹的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的短片、电影和乐乐以后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